东宾狙法秒杀,我是乌典一 由于是急忙赶上飞机导致G把是开的比较突然啊 可以看到咱们即便是中天了 这局忘记带裤子了 没关系啊 没穿裤子就找旁边的对手借一跳 这边的野区是啥都没有啊 对面已经有一把单发狙了 我去这边小房子看一下 就一杆撬棍 这撬棍能有什么用呢 应该不至于让我反杀吧 算了,我已经跑无可跑了 回头抡他两棍就直接倒地了 其实我并不想拿他的枪 我只要是想借一条裤子穿一穿 等以后打完这局我再还给他 有借有还嘛 现在咱们身体更加暖和了 可以去正常找人打了 再去附近野区找一找 再一个,尤其是到冬天这种季节 导致手握在居上有点那个冷 就开心的话手总会抖啊 握着手机也会发冷 就精准度差点 然后玩国际服的灵敏度也没有优化什么的 这缝林游弹我还以为他对缝的呢 拿到AWM那这局不就简简单单了吧 之前也说过 国际服的银眼特讯很穷 房子里没啥东西的 又打了一个该上去教育教育他 突然发现背包还有一个汽油桶 这银眼特讯刷汽油桶是什么意思啊 有时候和平经遇到一些小bug已经很烦恼了 你看这国际服务好像搞得更加随意啊 银眼特讯你给我来瓶油桶 莫非还能打扎 哎我点错了 我把他背起来干什么 摆得好好的 结果中单了 这导致我的手啊 加上室外寒冷的温度更加的抖 先把他队友补了 在旁边爬在这里影响我这个心情 没机会了 只有最后一发 哇爆头了 AWM总是没让我失望啊 这个星期五不是又要出新AWM升级皮肤吗 有些老弟就迫不及待私信我啊 问我要不要搞一套 你都私信我了 这还问我 我感觉你已经替我考虑清楚了 那这五我感觉那把G也还不错啊 感觉有点龙的心态 然后那个背景升级了就跟没升级一样 可能是怕影响大家打具的手感 就你开进之后 本来这准型都是黑颜色的 你很习惯对吧 变成红的呀白的呀 那就花里胡哨的 可能影响心情 设计师都是为了咱们着想 你懂了吧 但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升级他这个背景干什么呢 搞不懂吧 前面遇到两个小仔蹦蹦跳跳 于是通过啊 教育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暖和 有个小仔 这实在是衣服穿太少了 冬天你不容易保暖的吗 你们感冒了怎么办 是不是 又要吃药又要打针的 胡子弟准备就给他来个痛快的 直接准备反手一举把他崩了 搞定 盒子上冒了烟 现在应该拔凉拔凉的啦 剪下盒子都没什么问题吧 你们老不要觉得我在狙击模式里残忍 我到最后给对手一次机会好吧 就比如说打倒 我不补他 就让他队友救 你随便救 你不救我还不高兴呢 是不是 他这一局没打到 故意吓不吓他 主要督促他队友赶紧去救 机会已经给你了 别把握不住啊 所以我吴子也很耍赖 直接占据了一个非常优势的圈 等他们跑毒 我看你们怎么打 一边跑毒一边还要跟我对居 压力是相当大的 我之前也中过枪 所以我现在比较稳 各位你好 那这把吃鸡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吧 改点都点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注意最后这一发 他真的是跳到我的子弹上 真的不是我打中的